新的颱風動態了 因為目前呢 這個風雨 似乎在外頭 還是感覺呼呼的吹 對北部 尤其是踏台北的影響 是不是破了很多的記錄 佑璇 好 趕快來看到呢 今天晚上開始 我們一直講這個風雨 從東半部會慢慢的減弱 不過呢 其實在北台灣 特別是在這個基隆北海 還有宜蘭地區 仍然是可以感受到 這個風強宇宙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 整個康瑞颱風 雖然是出海 進入到了台灣海峽部分 但是因為呢 它還是有一些環流 造成這個東風 甚至是南風的關係 特別是因為吹南風 導致這個角魚效應 所以呢 在這個基隆北海 還有宜蘭地區 主要就是因為 受到了地形的影響 這裡的風力 非常的強勁 有可能來到時機以上 而今天晚上 特別要留意了 除了在北部以外呢 特別就是要來看到 中南部今天的雨勢 從晚上開始 就會越來越明顯了 就是因為呢 康瑞颱風呢 它的環流 還是非常的大 而且尤其是因為 會轉為吹西南風的關係 就會把這個風雨 給不停的帶上來 所以今天晚上到 明天清晨來說呢 東半部先是減弱了 但是北台灣 還有特別是在 中南部地區 反而是今天晚上 風強宇宙的 所以明天呢 雖然說到了白天開始呢 整個中南部 才會慢慢減弱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到了今天晚上開始 還是盡量的待在家裡面 會比較安全 好 繼續要再請教佑宣喔 就是這個10月真的很特別 月初的時候有山陀爾 而這回呢 又有康瑞颱風 那麼接下來11月 難道還會再有颱風嗎 繼續請您觀察 好我們先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康瑞颱風呢 它的暴風圈是非常大 所以對於全台灣來說 都會是非常有感的 當它登陸的時候 七級暴風圈是達到了320公里 其實僅次於這個1998年瑞伯颱風 當時是350公里 但是瑞伯颱風並沒有登陸的 而且這一次康瑞颱風 其實是歷年10月最晚登陸的颱風喔 那麼呢 其實包含它這一次所創下的紀錄以外 到底有沒有可能 雖然是它已經最晚登陸了 但是康瑞颱風難道是 今年最後一個颱風嗎 目前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的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有專家特別提到了 尤其今年的海溫上升 再加上整個夏天的 太平洋高壓相對是比較弱的 但是是什麼樣的原因 導致這樣子的結果呢 是因為大氣環流的模式 開始變化了嗎 還是因為人為的全球暖化 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數據來佐證 但是由於呢 這兩個效應呢 導致了今年颱風 往北方清洗日本的機會 是大幅提升的 而11月到底 還有沒有可能來颱風呢 因為明天就是11月1號了 過去是有的 包含在2003年 還有2020年 這兩個颱風呢 都是比較靠近台灣 也是有生成的 特別是在2004年12月的時候 納馬都颱風 甚至是還有登陸台灣的記錄 所以到底康瑞颱風 是不是今年最後一個颱風 我們後續都還要再持續的關注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我們下一次就要啦 有 along 非常嗎 又沒有 我們聊天 一點 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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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